虽然以前肖战因为自己的粉丝风波,影响了自己的事业,但最近,他回归后,仍然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顶流的价值,也许许多人会觉得,肖战的商业价值,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事业低潮期之后会受到影响,而从最近肖战回归之后的新代言来看,他所具备的带动性仍然是不错的。 肖战的全新代言中的现场直播还没有开始,货品已经被抢光的事情,就足以说明他的实力了。 就像许多明星一样,肖战这次的全新代言照,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副全新的自己,和自己以前的形象不太一样。 肖战这一全新造型,是被众人夸耀极具男性气息,这一品牌就是墨森眼镜,看着一片很酷的宣传大片,品牌方在官宣肖战为代言人当天,就已提前安排现场售货, 商品已被抢购一空,墨森官方也发布动态,当天就已入驻工厂,将加班生产,陆续补货。 著名主持人程杰斯老师,也十分关注肖战的代言,就在肖战成为代言人的那一刻,程杰斯老师表达了祝福,并直呼抢来了,每句话后面都有感叹号,抢来真不容易。 值得注意的是,程杰斯老师还向粉丝们截屏炫耀,真的很难抢,程杰斯老师连优惠都没拿。 为此,程杰斯老师表示,不想耽误时间,在肖战官宣新代言之后,著名主持人程杰斯老师直呼抢来了,三个字,三个感叹号,能第一时间抢来可不容易。 不仅如此,程杰斯老师还向粉丝炫耀,真是非常可爱,戴着这副眼镜,程杰斯老师,又是一位颜值飞长的老师,不得不说,粉丝们真会说话。 此外,还有粉丝调侃,明明是路人海北跟粉丝抢,还有粉丝质疑,或者找人帮忙,真的很有意思。 通过这些细节,我们可以看出,肖战有很高的商业价值,实际上也不只是这个代言,肖战之前的很多代言都是这样。 只要选择了好形象的肖战,理性的支持当然是少不了的,拥有这样一群热心人,肖战的确很幸运,在舆论风波最激烈的时候,就是粉丝不离不弃,默默地支持肖战,连粉丝也会骂肖战,这实在不常见。